这个碗有多神奇 竟存在着微观世界 一夜之间 就从石器时代进化到高科技闻名 丽莎到了换牙的年纪 她把掉的牙放进碗里 并在里面浇上可乐 以此证明碳酸饮料对人体的危害 而小黄利用摩擦起电的原理 去电击丽莎 她无意间将进电带进了碗里 经过一晚上的化学反应 里面竟生长出植物 丽莎拿起显微镜 把焦距调到最大 神奇的事情发生了 她竟然创造出生命 突然皇妈喊她下楼吃饭 当她带回来时 碗里已经进化到文艺复兴时期 她的牙齿成为信仰圣地 半夜碗中出现灯光 此时碗里的发展程度 已远超人类文明 小黄一把酱碗抢走 用手指在里面一顿乱戳 碗里的世界被搞得残破不堪 没想到 他们在夜里进行反击 短短时间已经发明出太空战舰 将小黄视作打击目标 他们排列着整齐的方阵 向嘴里疯狂扫射 小黄却怎么也抓不到 任由战舰轰炸后 潇洒地离开 他气愤地追到丽莎房间 但对方却袒护着微型人 小黄放出狠话 早晚将一盆水 浇回那该死的世界 突然碗里发出奇异的光线 将丽莎整个人吸得进去 原来是教授发明的威缩机 他们从出生就听丽莎讲话 并且是他赋予了大家生命 微型人将小黄视作恶魔 话音未落 小黄就出现在天空 其实小黄只是把碗带到学校 获得了最佳发明奖 丽莎痛斥小黄的剽窃行为 可外面就什么也听不见 她的余生都将在碗里度过 shouldn't you people be gravatling and bring me some shoes she'll want socks too i'll get socks